李先生 请坐 你好 你好 这么多钱 给我买跑车的了 这是定金 找我干什么 我们老板想请您帮我们修补一幅画 怎么修啊 你是专家 您总会有办法的对吧 专家 我的香水瓶破了我都不会修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李先生 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你以为我在说笑话 你干嘛 你干嘛 王八蛋 你是谁啊 李先生 现在清醒点了 你们是不是疯了 你们干嘛 我们老板只是想让你帮我们修一幅画 我不会修补画 我连眉毛都是人家帮我修的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别打脸 别打脸啊 他拖脸 广马太 为什么不把他保啊 Trying to take up 这样的人 需要点耐心 那怎么办 你们想干什么 李先生 我警告过你 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现在事情闹大了 你得自己找办法解决啊 你马上放了他 不然我报警 报警 好啊 报警啊 叫警察 来替你的女儿收拾吧 我求求你 你马上放了 我们的事情可以慢慢商量 不用商量 你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找你 究竟是什么话 这话封锁到什么程度 我才答应你们的要求 不管这话坏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不能修复它 你的女儿 也将跟着她陪葬 你也饮娘 你别在这儿赶紧赶紧赶紧修吧 我要跟我女儿说话 放心 爸爸一定把你救回去 你 要要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 这是工具而已 你任务 你可别耍花样 我要一些特别的材料 你把清单列出来 我派人去买 我要的东西你们买不到的 现在是下午三点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回来 我们就失票